对Smartphone感兴趣的人 大家好我是雷永歇 3月29号 Xiaomi发表 Xiaomi的Flagship Mi 11系列 其实去年12月 Xiaomi公开 Mi 11 今天公开 Pro Ultra 和Lite 去看一看 Xiaomi的Flagship 首先开始Mi 11 Pro Xiaomi强调 Mi 11 Pro和Ultra 两个手机的照相机 特别是把11 Pro叫做 安卓机皇 表示充满的自信感开始发表 英文是 6.81英雄 三星E4 2K 阿姆蕾 220Hz 刷新率 480Hz Touch Sampling 最大 2700Nit的亮度 HDR10 Plus 里面打载 自然失败功能 Mi 11 Pro和Ultra 在DisplayMate 得到A Plus等级 打载 Dolby Vision 技术 色彩表现得很鲜明 而且前面的英文是 Gorilla Glass Victus 比刮期的产品 抗刷性能 奶挂性能提高了 小米一起提供 抗菌曲面保护膜和 抗菌保护壳 而且三星 哈曼卡东 Stereo Speaker 没有空 耳机空 比想象 小米和三星 合作很多 AP是 Snapdragon的 注意热的 888 它在 Snapdragon 888的 有的手机 玩游戏的时候 发热问题很严重 所以 小米也提过这些问题 表示 不符 跑个原神 跟其他手机 原神高 画质 30分钟测试 结果呢 30分钟之后 两个手机的温度 达到50度 52度 Mi 11 Pro的温度 达到49度 特别是 Snapdragon 888的 缺点就是 发热 导致性能支线 所以小米强调 这严重的部分 小米解决 把新型相片 导热材料 放在 Snapdragon 888 它吸收热气 溶解液体 相片的 夜灵满 又冷却 剩下的热气 电池是 5000mAh 小米表示 更搭载 Snapdragon 888的 其他手机 在同样条件下 测试五个小时 结果 跟其他手机相比 Mi 11 Pro的 电池更长 又提过 有的人说 Snapdragon 888的 电池效率 没有今年出来的 870 表示一个测试结果 按照测试结果 我觉得至少 没有电池的压力 还有 厚度是 8.53毫米 重量是 2008克 算是一个 比较重的 手机之一 小米搭载 新型电池 更高的能量密度 更小 提及 更快充电效率 这叫做 硅仰 负极材料 小米全球首发 第一次用于手机 充电室 67W 有线充电 要36分钟 就充满 又提供 67W 无线充电 惊讶的是 无线充电 也要36分钟 就充满 我认为这个发表会的核心 照相机 小米全球首发 搭载 GN2 Camera Sensor 这是今年三星开发的 Camera Sensor 特点是 大小更大 使用一个技术 叫做Dual Pixel Pro 提供更快 更精准的 自动 对焦 特别是 跟iPhone 12 Pro相比 Sensor的大小 大5倍 小米和三星 连了研发 18个月 50Mpx的 Main Camera 当然有 OIS功能 HDR功能也有 看到小米提供的 一些照片 我觉得品质 非常好 晚上的照片 品质也非常好 扩大照片 可以确认 那个detail 很鲜明 除此之外 13Mpx的 超广角 小米强调 动作的时候 没有问题拍照 8Mpx 望远 这可以 50倍 Digital 变焦 5倍 光学 变焦 而且 支持 8K 24 视频 录制 1920 F的 慢动作 视频 前面是 20Mpx 支持 FHD 60 视频 录制 终于 小米 大载 IP68 等级的 防水防潜 功能 在 深度 1.5米 可以使用 30分钟 我不知道 为什么 存在 世界 最深 游泳池 最深处 42米 小米 确实在 42米 也没有问题 而且 不需要别的防水壳 在水中 可以拍 这样的照片 整理一下 6.81英春的 三星2K E4 AMOLED 荧幕 120Hz 消息率 480Hz 的 Touch Sampling 有 Dolby Vision StrapDragon 888 5000mAh 的 新型电池 可以 67W 有 5CM 高速 充电 包括 三星的 新型 GN2 6GB 人民币 5699元 反正 12GB的价格台币25000块左右 果然是Flexib 我觉得看它的性能不是那么贵的价格 问题是 Xiaomi的手机超过台币2万块 不由得认为太贵 下次是 Mi 11 Ultra 像它的名字出现很 Ultra的手机 照相机的设计太过分 反正 这是Ultra 这样了解 在Mi 11 Pro 拥有的功能上 提高照相机的性能 跟 11 Pro一样 它在 GN2 三星カメラ的 50MP 超光角和 望远都是 48MP ソニーカメラ 三个镜头 都支持 8K R14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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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在 48MP 超光角里面 iPhone也有的 更 AR 有关 センス DTOF 而且提供 Ultra Night Mode Algorithm 在晚上 也可以 拍 很鲜明 品質 好的 照片 40MP 光源 可以 120倍 ディジタル 变焦 5倍 光学 变焦 用5倍光学 变焦 拍照的时候 扩大也表示 很鲜明的 照片品质 它有一个 有趣的功能 叫做 MultiCam 拍影片的时候 打开 所有的照相机 其中可以 跳两个镜头 拍影片 这是一个功能 就是 通过蓝牙 连接两个手机 同时拍影片 这个功能 M11 Pro 也可以使用 M11 Ultra 在DXO Mark 得到 143分 总分第一名 我不知道 这是 有可信度的资料 反正 Xiaomi 有很大 自信感 在现场 跟Sony的照相机 直接比较了 参考一下 Sony的 Sony照相机的 Camera Sensor 比M11 Ultra 大一点 它表示 两个照相机的照片 在现场 在同样条件下 拍照片 那个结果 很惊人 很厉害 而且后面 不但有照相机 也有 1.1英寸的 AMOLED的荧幕 提供各式各样的情报 特别是 用后面的照相机 可以这样自拍 还有 极限模式 在极限的情况下 电量剩余 10%的时候 只用这个荧幕 可以使用 最大 55个小时 跟 Mi 11 Pro一样 Snapdragon 888 新型 像变导热材料 荧幕是 6.81英寸的 三星2K E4 AMOLED 120Hz刷新率 480Hz的 Touch Sampling 最大 1700Nit的亮度 HDR10 Plus Dolby Vision Gorilla Glass Victus 里面有 支援 Sylvia Sensor HUD是 8.38毫米 重量是 234克 很重的手机 电池是 5000mAh 意义是 7W有无线高速充电 Harmacadon Stereo Speaker 可知的是 没有 耳机 SD卡也没有 最后 它是 Android 11 为基础的 Mi UI 12 那小米支撑 安卓之光 Mi 11 Ultra 到底多少钱 Ren 8GB 256GB 人民币 5999元 12GB 256GB 6,499元 12GB 512GB 6,999 6,999元 大力士文特别版也 6,999元 12GB 台币超过 3万块左右 不知道为了小米手机花这么大的钱 可能很多人觉得 微期买超过3万块的小米手机 还不如买iPhone或者三星的手机 确实好是好 就拿价格来说 我不知道 它有竞争力 在韩国 小米没有计划 正是销售Mi 11 Pro和Ultra 所以人们的关心也很少 尽管如此 我很期待 三星今年公开的GN2 Camera Sensor的照片品质 那今天我们看了 小米的Mi 11 Pro和Ultra 下次我来介绍 Mi 11 Lite和Mi Band 6 今天也感谢看到我的影片 再见 谢谢啦